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车总叠呢 是Toyota的FT86 FT86我记得我们厂内好像没有开过直播 所以今天刚好有安装到了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选择的版本是一般的KT的道路版 前面的话86真的是超好拆装 前面的上座在这里 KT的话有附一个强化的上座 所以原厂的上座就不用再拆下来使用了 那主尼的调整呢 这台车也相当的方便 引擎室打开从这里就能做调整 顺时针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在这个地方 前面上座就有附了 这台呢是86 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它是Toyota跟Subaru 公用底盘 还有引擎 共同开发这个车辆 前面的话有附上座 前面的部分呢 是配置了160厂7公斤的弹花 它的理载串 理载串的话呢 锁点 它的油管固定架 还有ABS感应线的扣具 都是跟原厂一样 那它的86的前面的阳脚 上螺丝的话呢 要特别留意哦 它是有分大小孔 一定要从车的尾巴呢 穿到车的车头 因为这边的螺丝孔比较大 这边的螺丝孔比较小 所以穿错边的话就没办法锁附了 IP的 意大利IP的主尼友 油风呢 是用日本 NOK的油风 它是一样是统身可调的机构 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的 一样是统身可调 所以脚管呢 蓝色的脚管呢 往上缩短的时候 它的车高就变低 那往下伸长的时候呢 车高就变高 这个是前面的部分已经装好了 这台车 除了外观键之外 还有铝圈 有做了一个改装 铝圈的话呢 是用这个是Vorsen的形式的 19寸的 这个轮胎呢 最近这条轮胎PS91还蛮红的 据说很黏 25359 刚刚介绍的是前面的部分 那后面的部分 主要后装好了吗 这是又后后面的话是配置了200长6公斤的弹簧 那它的边界呢 我们KT那一样有附上座 预计等一下的车高后面大概一纸一纸幅再多一点点 大概介于一纸到两纸之间 后面是200长6公斤 这个是原来车主也有改装的避震器 但是避震器已经使用一段时间 所以损坏漏油了 所以今天就选择生换避震器 那后面的部分 后上座的部分 是藏在行李箱的里面 这个角度的话 是藏在相对这个位置 所以要调阻尼的话呢 把这个试盖 稍微把它掀开 在这个地方呢 就能调整到阻尼了 那上座的两颗螺丝呢 分别在这里 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它的后上座两颗螺丝 所以调整阻尼还蛮方便的 把这个试盖掀开之后 从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调整了 一样顺时针是变硬 逆时针变软 这是86 DRZ86 还有一个北美的 CYON的品牌 都是 共用这台车的架构 这是后驱的 现在师傅正在锁 这一支后面的上座 一般很多的车友 都还会把后房紧赶 再把它加出 这一支 水平最后的引擎 十八路的经典 双门 前四后驱 这个旅圈跟轮胎应该是没有前后配的 二五三五十九 PS91 水平队落 哈啰 文奇早安 因为后面的编戏已经装上车了 所以看不到后上座 那这个的话 好像这个品牌呢 他一样有付前后的强化上座 一样都有付 这是FT86 这台很多的 好朋友 都有改这一台 把它改成宽体 把它改成器 改起来也很帅气 很漂亮 因为本来的型呢 就是双门小跑车 这台应该是 14年的 14年的 可以的有附上坐在这里 今天的话会车主有稍微要求要稍微一点点了 所以等一下的段数的话 KT一共有30段吗 这个从这边调整好一共有30段 所以等一下的段数的话应该会先调大概到15到20段左右 这次左前 这次左前 好了OK 因为安装差不多了 所以等一下就只有剩下试车跟微调而已 因为86的话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直播 所以呢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 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小编联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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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